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回剪映 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剪映没有批量替换文字的功能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过程 先新建一个剪映的项目 然后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就以这个视频为例吧 选择它 然后点打开 接下来就要把这个视频拖入到下面的轨道里去 就像这样子 然后点上面的文本 选择文字识别 它这里叫智能字幕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智能字幕 点一下开始识别就可以了 这个识别过程还是挺快的 可以看到现在字幕识别出来了 双指展开 把字幕放大一下 调整一下 字幕好像看不太清楚 换成黄底黑字 比较醒目 把窗口拉拉大 这样可以了 爱奇迈克 老编 这几个词每次都识别错误 要是能自动批量替换就好了 由于简印里面没有批量文字替换功能 所以我在导出工具里面增加了一个批量文字替换功能 点设置就能看到批量替换的对照表 这个表很简单就是把左边的换成右边的 先点一下替换srt字幕 再点下写回简印 切换回简印看一下效果如何 可以看到简印里的字幕被正确替换了 目的达到来 通过批量替换可以节约你大量的时间 记得要在字幕识别后进行批量替换 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一共两步 第一步替换 第二步写回简印 最后看一下设置里的替换应该怎么弄 点开设置看一下 这张表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AAA替换成BBB 双击开始编辑内容 比如改成CCCCCCC回车 然后要替换的内容换成多多分享 然后点确定保存 点替换srt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变成了CCCC 另外注意的是 这个替换列表是可以保存出来的 点左边第三个按钮 就可以保存到本地 点完保存 推出来看一下 在下载目录里会有一个节省文件 就是那个保存的替换表 空格快速浏览一下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据 你也可以直接编辑这个阶层文件 比如右键用文本工具打开 把最后那一串值替换成其他的文字 这里只是打个比方 大家随便看看就行了 切回字幕导出工具 暂时点开设置 看一下如何导入刚才的配置 先点恢复 这样就回到了初始状态 点这个文件夹图标 载入刚才的配置 好了 以上就是1.1.0版本的全入新功能 获取新版本 请关注公众号 爱奇迈克 回复srt 最后缩一个彩蛋 点开关于 再点那个奥维码 就可以跳到网站 给我进行留言了 虽然即使 但是下面一个留言都没有 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留言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